作为老工业基地省份 民营经济一直是辽宁经济的短板 如今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了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 让人更加欣喜的是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在从扩大规模向提升品质迈进 这里是中旺集团的产品展示厅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 到新能源汽车的全旅车身 这些都是企业成功进行第三次转型后所推出的产品 1993年中旺集团已生产建筑用旅行材起家 短短两年时间产能就超过了10万吨 2001年美国旅业开出4.5亿元人民币的全盘收购价 没想到中旺谢绝了这一橄榄枝 反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转型 当时建筑旅行材销售非常好 那么公司要停掉这些产品的投入 那么转而把几十亿的资金 投入到工业旅行材的设备采购 研发人员的这个团队的建立当中去 那么这个过程大概用了五年的时间 是纯投入没有任何的这个收入的 这次转型让中旺拥有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的工业铝挤压产品研发制造商 今年八月 中旺与车企共同研发的首款国产纯电动跑车 正式上市 通过采用全铝合金框架的车身结构 车身整重仅有234千克 以前就是车辆已经开发完 我们只是给一共材料就可以了 但现在我们是要参与到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当中 历史有的长的要三年时间 短的也要两年时间 中旺自我转型的背后 是国家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在保障 也是越来越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辽宁气候在扶持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辽宁全面清理隐形门槛 大理优化营商环境 为民营企业打开了新天地 上周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 沈阳远大企业集团携手 德国汉挪威大学艳斯团队 推出了新一代人机协作机器人 借助国际创新力量进入智能制造领域 远大这家传统建筑木墙企业正在转型升级 我们现在发布了产品 然后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在沈阳设立我们的生产基地 然后实现量产之后 然后在三四个月之后 就是会全球对外正式发布 目前全省2577家高新技术企业中 97%以上是民营企业 今年前七个月 民营企业在辽宁投资 1137.9亿元 同比增长了48.8% 再接下来的